Hi Camero,我是Caro,我是斯丹尼 又來到腦吹了 腦吹將會提供美加的諮詢之餘 不如說說說自己的事 近期最Hit的一件事 當然是大家很關心的奧運 天天對著電視機 令我連腦吹也不想再拍 我直前看著 現在還在播放體操 體操的團體賽 非常精彩 暫時看到美國領先 真的很好看 而我也獲得這個金牌 是不是很厲害 我有這個巴黎奧運會的金牌 我終於獲得了 首先咬住 通常會這樣拍照 我有一個觀眾朋友 Gary Sir特意製作給我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雖然是3D印象 但真的做得很細緻 非常漂亮 我再製作了特朗普的頭像給我 特朗普的頭像 是這個很棒的 大家都知道 香港隊有兩個金牌 真的很厲害 上一屆好像只有一個金牌 其實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拿到一個金牌 真的很厲害 當然我知道在網上 有非常大的討論 首先要分顏色 先不說 但我想說一下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來到加拿大這麼久 FLAG 上也有說 歸屬感的感覺 雖然我來到加拿大 就算本地的加拿大人 對奧運的關心程度 好像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但是我有點懷疑 在想 是不是一個移民的國家 所以令到他們 就覺得 這個不是他們的 母親家 即是他們的母親家 所以你感覺上就好像 奇怪 為甚麼那些人 好像不太說奧運會 但我們香港人 反而很習慣地 就說香港的奧運會 巴黎的奧運會 亦都會看 香港的時候 你講十年前 十年前 我就會看香港隊的支持 當然那時候 就更加會支持 中國也會看中國隊 就越來越沒有 尤其是現在 我講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香港隊我會關心 我都會看他們的羽毛球 冰冰球 劍擊 其實都會支持 看到他們贏 我都覺得 香港人都會開心 加拿大隊 我都會看 例如昨天 四種泳式 混合式 而他叫Summer 很厲害 首先贏了冠軍 這裡恭喜他 那些我會留意 加拿大的奧運會 很多比賽 我都留意 現在在這個體操的 團體表演 這個比賽 都算是表演 其實現在都表演得非常好 這些我會很關心 但歸屬感 始終沒有了以前的那種 那麼著弱 即是贏了就贏了 輸了就沒事 感覺就不同了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奧運會之餘 大家都會熬夜去看 我們在這個BC省 就是凌晨 即晚上九點到凌晨 就在這裡看 很多賽事是晚上 凌晨才來播 到現在一早上都播 我選擇 反過來就是香港凌晨 我們一早上如果不用上班 或是在家裏工作 都可以看著電視機 可以的 但一定會熬夜 無論我們在加拿大也好 在香港也好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件事比較有趣 和平時的資訊類型 有一點不同 就是說早睡 和睡得久 究竟是否會好一點呢 還是會沒那麼好呢 這一個其實在Yahoo新聞 台灣的新聞 早睡和睡得久 比晚上更早死 通常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當然是早睡早起床看好 也是的 也是的 但它這裡就說 早睡或者睡得久 比晚上更早死 你聽到這件事是否很奇怪 那是否應該熬多點眼睡 他看好運 但不是這樣的 醫學上揭露了真相 不過這些真相就先說明 聽一下就算 經常看醫學的分析 統計數字 每個都不同 隔幾段時間 結果的效果又是不同的 他就說 每天睡滿零小時 壽命最長 什麽是睡滿零小時 大家都知道 熬夜傷害非常大 傷肝 所以我現在都會吃乾素 現在就拿乾素出來 沒有廣告 沒有廣告 所以大家就提倡 早睡早起當然是身體好 有些人5時起床 晚上9時睡 這些就說最好了 那是否真的會這樣 早睡比晚睡的危害更大 睡眠醫學的文章中 有一份全球21個國家 112198名個案 長達9年多的時間 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所得 分為三種 早睡型 早睡型就是晚上6點至10點就已經睡覺 這裏很多人是這樣的 8點多 9點就睡了 加拿大很多 正常早別 最重要是晚上10點至12點睡覺 我女兒其實都是夜睡 10點至12點睡覺 那晚睡型就是我這些 晚上12點後才睡覺 結果發現了睡眠正常 晚上10點至12點相比 早睡或者晚睡的人 比較高的死亡率 或者重大心血管的風險 所以早睡者風險增加29% 晚睡睡的風險就增加11% 好一點 竟然夜睡好一點 也可以這麼說 早睡比晚睡的危害性可能更大 根據睡眠醫學的統計計算 研究是有限制和陷阱的 他就說了 不是那麼簡單 雖然統計數字是這樣的 這個流行病學的研究 這個研究只表示了研究人員 看一些相關性的現象 即是甚麼呢 涉及21個國家 有些是發達國家 北美、歐洲的國家 跟非洲一些不發達的國家 是會有一點不同的 發達國家之中 早睡或者晚睡的人 是比較少的 北美、歐洲 是比較少的 可能就是正常早別 睡覺的時間 就會比較多 早睡發達國家當中 早睡的人是28.5% 晚睡的人 即是夜睡的人 是17.3% 我想知道香港究竟是甚麼 香港我想 但很多人都是夜睡過12時才睡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非洲的國家 絕大部分都是早睡型 佔92.6% 所以這個報告 也有說明這個盲點 因為很多非洲國家 因為沒有水沒有電 所以要逼早睡 所以比例上會高很多 92.6%的人會早睡 而非洲國家的經濟水平 和醫療是相對缺乏 所以自然的死亡率 亦會上升的區別 所以會否令到 感覺上早睡 會是死亡率高一點 所以這就是研究的限制和陷阱 非洲人佔早睡人群當中的92.6% 所以令到早睡早別 看起來的死亡率會更加高 這個他也說得挺對的 睡得久 是否特別健康一點 K.O.T.H.可以睡得很久 他可以由前一晚的12時 睡到第二天的12時 甚至下午2時都可以 很多人覺得睡得久 身體休息的時間越長 對於健康越來越好 醫師就指出 其實並不是 睡眠睡得太久 都會提高死亡的風險 接著就看英國 英國基爾大學 醫學科學研究所聯合的大學 和曼切斯特大學研究人員 對300萬多人的睡眠和健康 進行74項研究報告 指出平均每一天每一晚睡覺超過10小時的人 和平均每一晚睡8小時的人相比 早死的風險是會增加的 原來這樣睡得多是會令到中風的危險增加56% 睡得多是會有機會心血管疾病危險增加49% 所以說適可而止 睡又要睡得多 又不可以睡得過多 這件事真的要密切留意 睡多少才算是最安全呢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公佈的數字顯示 每一天平均睡6小時至7.25小時的人 平均壽命最長的 我呢 我先說自己 我只是5個多小時 最多都是5個多小時 他們說6至7.25小時 即6小時真的會好一點 不過這樣睡眠需要有不同的條件之下影響 睡6小時可以保持到整天的精神狀態 而你又覺得不會眼睡的話 那就是一個最適合的睡眠時間 因為有些人一定要睡8小時才覺得是精神的 我知道有些名人 每一天睡很少時間都可以使用 這個意思就說了 至少怎樣都要6個小時 我想一下我未來也要計劃一下 怎樣都要睡6個小時會比較好一點 剛才說了 有些名人睡覺的時間睡很少 例如覺得他很厲害的人 就是現在53歲的馬斯克·Elon Musk 就是他每個星期說自己工作的時間 120小時 120小時我們脫一脫 120小時即是每一天工作是17.14個小時 對嗎 如果他玩的時候就不一樣 他在X那裡不斷發訊息 那算不算是工作呢 可能對他來說是工作之一 馬斯克在今年的6月28日 就已經是53歲生日了 也曾經成為世界首富 有時升有時跌 他就是世界首富級別 馬斯克在他生活和很多人的看法方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當然他現在的身價 在X那裡大家會看著他每一句說話 他每說一句說話會影響整個世界的潮流 甚至乎股市 他最喜歡的 出口術他最喜歡的 他每一個星期工作120小時 他的日常究竟是怎樣 其實他有公開去說過 這個是他最高峰的工作時間 他最高峰試過 就是每一天投入工作時間長達20小時 甚至乎我記得他Tesla 未上軌道之前 差不多破產 他就躺在廠房那裡 就怎樣去調配令到可以得到最大效益 他就非常忙碌 就是躺在廠房的地板上 這件事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他作息的時間表 6小時睡眠的規律生活 現在可能會好一點 一個循環就是 睡覺 起床 做事 再睡覺 起床 做事 他每一天的節奏 七天 一個星期七天 都是這樣 這麼強度 在事業上投入 而且專注 我覺得他幸福而已 他幸福而已 不過有錢 喜歡怎樣都可以 在我們來說 喂大哥 你說工作 睡覺 起床 你不用理 我要抹地 我要煮飯 我要接放學 我怎樣都不理 是不同的 當然你可以欣賞一下 參考一下他 馬斯克 每一天早上9時起床 確保自己能夠獲得 6小時的睡眠時間 他現在公開說 他的睡覺 雖然比大多數人睡覺的時間短 但是對他來說 他說很精神 高強度的工作 都沒有問題 大部分時間 他都會很有精力 即使到星期日的下午 這個首富 這個全世界的首富 才會抽少少時間出來 就會是自己的休息 他就覺得 一個早餐對他來說很重要 現在的168 很多人不吃早餐 我告訴大家 168 不吃 原來有些人是不行的 例如 對你的膽 原來膽疼的機會率又會高一點 有很多問題會出現 不要為了減肥而覺得 那樣東西是會特別健康的去做 當然啦 168 有很多人是成功的 但其實我看到 每個人成功完之後 轉頭又大反彈 你一放棄了就反彈 我覺得早餐來說 是令到我每一天很開心的東西 雖然就算我吃碗 粟米片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他人很開心 不吃就不開心 有時候我覺得 吃東西最重要是開心 我覺得你要保持健康 做運動 168 當然有他的好處 叫做間斷式的斷食 對身體回復 是真的會有他的好處 我也有看過 但我就不太堅持長期去做 再說回馬斯克Elon Musk的早餐 究竟吃甚麼 就是吃這個動力 你真是猜不到他 不過你看到他現在越來肥 你也知道 其實可能他的身體也不太好 不過應該有醫生團體 我相信他會幫他看著 每一天他就說 一早上就會吃這個動力 也在X內 就發文說自己吃這個動力 是他最喜歡吃的一件事 所以他每天一早上就會吃 有些人覺得不健康 但你有聽過巴菲特 他每天都要喝可樂 現在就喝建議可樂 就算他之前的夥伴 現在死了九十多歲的芒格 不是很健康的 吃點甜的東西 但你不要理會 原來有些人的體價是這樣的 DNA是這樣的 你照吃都是九十多歲的 最重要的是 人是要活動要Active 這件事我覺得原來是很重要的 馬斯克就在X內 去講解一下 他就說 這種習慣是沒辦法解脫的 吃這個動力的話 已經沒辦法解決了 但這件事對他來說 是令到他每一天 是最精神的一件事 去到出門口了 說多一點 就出門口了 日常生活當中 就會先洗澡 洗澡 對他來說 是產生最大積極的影響 是令到他最可以放鬆 以及思考的事後 有很多時 我拍片 我也是在洗澡時 我也是偏夜洗澡 有些人一回家就洗澡 我不是的 我又要煮飯 搞到 我通常是到十點多 很睏 開始有些睏 我才會洗澡 我想令自己提神一點 可以多做一陣子 不要參考我 我想說我是超級不健康 我超級不健康 所以我是要想想 怎樣可以睡多 去到六個小時就最好了 Tesla CEO 馬斯克 他每天面臨一個最艱難的決定 就是他們要想想 我今天要坐哪一輛車上班 雖然都是Tesla 雖然都是Tesla 但他就要選擇坐哪一輛Tesla上班 因為他有很多款 又有Cyber Truck 又有Model X 最有趣的是 幾乎他沒有運動的鍛鍊 他的運動主要是 跟他的小朋友互動 跟他們去抱一下 這些接觸父親方面 跟小朋友玩的活動 就是他的運動 其實他行不行 他沒有運動 你看到他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肥 行不行 雖然你有錢而已 老實說都要找醫生團體去跟進一下 是不是需要做運動呢 近期我也有去踢球 偶爾就坐健身 在家裡都會舉啟啟 偶爾就出去搶一輛車 近期看了奧運會 就當做了運動 順便跟大家說說 港茶剛推出了一個是 煤的折扣優惠 大家記得用這個標誌 Berry 美茶和果茶 額外有10%的折扣 大家記得去到 conti.ca 就可以買到屬於你杯茶 買夠足夠的數量 就可以直接送貨到全加拿大任何一個地方 送到你家門口 Anyway 怎樣都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睡覺 睡覺究竟睡多少才夠呢 原來睡得多又不行 太早睡又不行 真的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早睡的那個 可能是報告的盲點 大家要留意一下 Anyway 怎樣都好 今天分享一個比較有趣一點 趁著奧運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有什麼專頁想我說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如果大家想看一些生活的資訊 Vlog 旅遊 去KOR主頻道 近期介紹Costco食壽司 那條影片不錯 有幾萬view 都算 那記得下次也要留意 今個禮拜那條影片 今個禮拜那條影片 是用足心機去拍 記住 今個禮拜那條影片 約定你 下次再見 是嗎 拜拜